苹果Apple Watch终于在台湾开卖 第一大早就有果粉在门外守候 第一位民众早上六点就来排队 大概早上七点 六点多七点 之前去香港其实也是都要排队 也是买不到 Apple Watch在台湾只有十个销售据点 由于有粗细表带还有材质的分别 最便宜的运动版一万一千五百元起跳 而吸引金字塔顶端的Edition版 只在101的店面才体验得到 一支34万起跳的Apple Watch 现在拿在我的手上 真的可以说是小心翼翼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 是采用蓝宝石萤幕来打造的 还有这个表壳以及表扣的部分 全部是采用18K金的 所以从34万一直到最贵的 57万各款让你来挑选 为了衬托K金版本的不同 盒子本身就是一个充电架 只要插上电源 手表放上去就可以充电 而根据消息传出 已经有顶级的VIP预购 因为如果说它是苹果的第一款智慧表的话 大多数的人站在尝线的立场 他可能试水混 他会选择价格比较低的来做尝试 那主要是因为苹果表 它主要分成三大类 它其实内建功能其实差不多 专家预测热卖的应该以运动版本为主 而市场传出手批到货约上千只 预料仍是全台抢购 一空之下也激励供应链日月光上涨1.1% 盘中最高来到44块钱 TPK成红小涨0.2% 正式启动另一波贫盖骨的拉动潮 三选徐整理宣 SNG小组采访报导